今次我們在新色市這裡的四場演出 就剛剛完成了 行程都很緊密 這個熱狂之日的音樂節 其實我們過去自從2006年開始 都先後有四次在東京參加過這個音樂節 今次是第一次來到新色 今次有好的地方 我們演出的場地是真正的1800位的音樂廳 音響方面都不錯的 雖然樂團初初入到這個音樂廳的時候 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因為它那些回響都挺大 而且坐滿觀眾和沒有觀眾的時候 分差都挺大的 所以我們每一場團員都很努力 作一個很快的調節 今次和我們一起合作的 有三位鋼琴家 有來自法國的Panetti 有來自以色列的Porat 也都是有當地的很著名的Pianist 每一天是演兩場 每一場音響之間 我們也有機會去欣賞其他團體的演出 對我們學習音樂的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當地的觀眾也非常熱情 每一場的演出他們的掌聲都很熱烈 給我們很大的鼓舞 接下來就會去東京 參加熱狂之日的東京那一站 我們一共會演出六場 六場的演出都會和不同的音樂家合作 行程更加緊密 排練的時間是更加緊迫 所以這個音樂節才有它的稱號